好 今年度的全民防卫动员万安演习 7月26号一点半到两点实施人车管制 预订警方制作了布农与赛德克语的宣传影片 让部落族人也能够知道演习时间和管制的规定 万安46号演习花林地区将在7月26号一点半到两点登场 实施防空警报及办理演习手机简讯告警讯 但常有部落族人听不懂防空警报系统 预理警分局已邀请卓西乡代表会主席以及代表担任宣传大使 制作布农族语赛德克族语言影片张贴在警分局的脸书网页 预理分局表示 这次万安演习将十余车辆行人灯火及门窗管制 民众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 应该要依照警察及民防执行人员引导 就近实施疏散避难 未配合演习管制及演练 医民防法储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缓 听到警报音响起请立即关闭门窗灯火 如果您驾车在道路上请您立即停车停靠路边 人就近避难 如果演习当天你将大撑两点的火车 请您1点30分以前到达火车站 以免受到演习管制而无法搭上火车 请务必配合警察人员致引导 结合警察局文宣制作成影片 欲请民众注意演习相关的规定 随时提高防空警觉 平时做好全民防空整备 暂时全民生命及财产才能真正确保安全无余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导